郑魂 朱一龙 能稳住心神 不要对网友们的唾沫心思淹死 看完这部剧 又没剧可看了 这部剧完结之后 龙哥五哥的合体也要分开了 虽是不舍 但依旧送上祝福 再来从头说说镇魂这部剧吧 这部剧是根据同名小说镇魂改编的 说观众大多是书粉也不为过 有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 成功的关键便是还原度高 无论是人物造型还是剧情发展 自然是越符合原主越好 这才能让原住粉们一直追下去 看镇魂不走寻常路 把原住的剧情改得乱七八糟 丝毫不符合 让原住粉们来看这些剧情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可就算是折磨 一大批原住粉还是一无反顾的路坑了 也顾不上辣不辣眼睛了 本来就不是为了剧情来的 剧情不吸引人 甚至让人难受 只能从主演上下工作 不得不称赞镇魂剧组的神仙选角 朱一龙和白鱼简直太足 和原住中沈威和赵云兰的形象的 原住粉们大呼满意 为此 他们竟然原谅了这粗质烂道的剧情 朱一龙和白鱼也是十分下功夫 并没有因为这部剧三毛剧情而懈怠 而是力挽黄澜拯救了这部剧 两人在剧中的表现十分抢眼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小动作 都演出了这混女孩们想要的兄弟情 虽然剧中一直没有直白地表达出单美剧情 一直声称是社会主义兄弟情 但官方的求生欲是很强的 两个人表演出了兄弟情之外的爱人 之交的感情 完全信任对方 不是谈情说爱 甚至谈情说爱 要是让一些其他名气不活 甚至不敬业的演员来演的话 这部剧就废了 多亏了两位敬业的大男孩 在这部剧拍摄的极其艰难的情况下 还能排除万难不忘初心 认真理解剧本 认真传摸自己的角色形象 这真的让震魂女孩们很感动 觉得自己被尊重了 既然你们坚持认真的好好演 那我们就努力地追完这部剧 震魂结束之后 朱一龙和白鱼也就要分开了 这也是必然 毕竟各自还有各自的事业 但在生活中 这两位已经成了谁 也不能把他们分开的好兄弟 期待他们的再次合作吧 图片来源网络 字幕志愿者 杨 ребе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